你還記得我們在你的生日蛋糕 的蠟燭上抽出了兩位粉絲到 對... 今天他們就特別從台北下來 跟你一起在台東吃播 自己太感動了 好 我們歡迎Vanon還有楊逸 我先問一下他們當初 在你生日直播被抽到的時候 的心情 好 超開心的 因為那時候我在屏東 然後是看影片的 他其中一封留言還說 我可以留42次嗎 對 是 一隻我介紹一下 嗨 我是亞莉 妳的工作是 我是一個到府整理收納的整理師 那妳最喜歡哪一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子君牧師跟訓真牧師 然後還有文化牧師 就是一起去趕陽的那一集 好冷門喔 很冷門喔 對啊 這集還滿多人看的 就是你榮獲許公子的那一集 但我覺得很好玩 那妳要不要趕快讓Vanon來 那Vanon你到底喜歡哪一點 我很喜歡陶土的那一集 把我們當你陶土 你是真的假的 那一集這點閱超低的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所以我才是真實 真實粉絲啊 真實粉絲啊 對不起 那一集也不錯 開機之前我想要 你先喝喝看它的奶茶 有點辣辣 有一個辣味對不對 涼涼的辣 這上面有一個東西 對 花椒嗎 它叫珊瑚椒 有人稱它為麻椒 今天的這家早餐店 就是原民風的早餐店 可以吃喔 老闆 你為什麼會想要開一個 這麼有原住民特色食物的早餐店 原本是要投入音樂嘛 有公司 可是後來有一些狀況 所以如果那邊不行 我就一邊開店 可是我也一邊再繼續做音樂的工作 可是我越做我就發現 我好像缺了什麼東西 對 剛好是一個客人 來這邊用餐 他就點了我 他就說 你是原住民 你要有自信 他說你要把你自己的東西 加進來 就跟我們唱歌 我們有自己的特色 開始跟長輩問 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什麼的 那我們就 這一套叫什麼 這個是麻糕醃的豬肉 好吃耶 這一個是我們台灣族的 因為這個是小米 這叫做 奶 CD 有點像粽子 有點像 有些人會反觀 對 可是怕有些人不敢吃 這個沒有吧 這個沒有 有一點也還有一個方面 看有沒有吃出它的斟 這貝果也好吃耶 手作的貝果 手作 就是這個小米 所以這個是小米貝果 小米的口感也是比較Q耶 對 因為好的麵粉 或者是好的食材 你吃下去 對 真的 那我們吃的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蘿蔔糕 主要是這個醬 這個醬是我自己做的 對不對 很有特色的醬吧 有蒜 有香菜 因為香菜化成很灰味 對 真的好香 可是這個蘿蔔糕 我也覺得好香 煎得很好耶 花醬牛肉 菠蘆蛋 這也太多層了吧 各位 它的花生醬跟它培根 就是蠻中和的 因為花生醬雖然偏甜 但是每個人會有點油 有點膩 那這樣子加花生醬 就是把那個味道中和起來 然後你好會講喔 完了 節目只要被比下去 趕快比一槍 我感覺有千鈞萬馬的牛 在我嘴巴裡笨 聽說那個歐姆蛋 做得好就非常好吃 然後做不好就很容易失敗 要不要讓他們來挑戰看 當然啊 這樣蠻好的 就他們煎嘛 我吃我的 可以 他們多煎給你吃 對啊 好香 目前先猜一下歐姆蛋 這三塊分別是誰煎的 有老闆的Banner還有雅力 很明顯啊 老闆Banner雅力 老闆的煎得比較漂亮啊 然後Banner其實也比較會做菜 雅力看起來就... 這一方面比較外行一點 這個是我的 這個是Banner 對 那Banner弄得是最漂亮耶 你這要到旁邊的 對不起... 下一支你看 我們倒甩 這是他們煎的喔 他們做的 這個沒有到煎 這沒有到煎 切死了 達成夢想 達成夢想了 就是像剛剛我們之前試吃的那一份 也是一樣就是沒有那麼熱 可是它裡面薯片也都很脆的 對 就是沒有因此地軟掉 對 我覺得今天這一集非常好 又可以聽到老闆聲明的故事 又可以吃到結合西點跟原住民的料理 融合的 對... 早餐店喔 阿不是用吃播 上山又下海的 很累耶 你不是說今天是吃播 好啦 我不是故意要... 好 停一下稍等一下... 我不是故意要帶你們來這個 荒郊點外的 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因為 霧峰的這一個山頭呢 有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美食 老闆 聽說你是台灣畜牧業的先驅 介紹一下 先驅是不敢講 因為當兵後 我就跟我的哥哥做了四五年 四五年之後 大概是民國七十一年 我又到美國去接受 一年的肉籠專業訓練 而且光大哥 就是光老闆在那裡養來有個特色 他可以直接獻幾個肯定 不用什麼消毒之類的嗎 有通過正剛獎 再來養人來 幾兩人過 怎麼不要汙染 對啊 怎麼了... 你不要這麼輕鬆 你不要怕他啦 來 快點 你在旁邊他遞不到你 他不要站在正後方就好了 你這邊鬆掉就一壓到跑回來了 這邊把它擋住 夾住這樣 好 這樣就對了 對... 來 鎖住 這樣就鎖住嗎 鎖住 來 握拳... 好 有了... 你這邊鎖住 一定要鎖住 快來了 不用憋子了 來 直接用嘴巴 不用憋子 真的假的 直接噴到嘴巴裡面喔 你是花油的槍滑是不是 好 你準備好了 不要動喔 快點... 快點戲... OK啦 不錯 Fail的非常好 還滿香的耶 還滿香的 滿香的喔 對 對啊 肚子也都滿飽的 不必要... 剛剛我們喝到了新鮮的羊奶 居然我們來到這家店 整桌都是羊奶的下午茶甜點 都是羊奶做的喔 對 都是用我們農場自己生產的 新鮮羊奶下去做的產品 那我這個是 羊奶 咖啡 招牌 這是我們的招牌羊奶咖啡 喝的時候攪拌一下 好喝喔 我覺得很濃郁耶 在喝的同時 你腦袋都有沒有剛剛那個 羊奶看的 你不要一直讓我們詳細 它這是... 那就是蜂蜜羊奶 加我們台灣餐的蜂蜜 看起來好妙喔 怎麼妙 快點講 因為喝得到蜂蜜 然後跟羊奶的味道綜合在一起 所以有個奇妙的感覺 這個... 這個是超美味的 用羊奶下去做的 羊奶檸檬蛋糕 羊奶檸檬蛋糕 不會有羊的那個 沒有 完全沒有 羊奶的東西都很怕說 會有那個羊的味道 那我們來介紹這個 這是我們招牌 手工的羊奶吐司 用自己發酵的水果酵母 大部分是用蘋果跟玫瑰化 我們剛剛坐在這裡 在等的時候 就有很多客戶 是專門來買這個吐司 剛剛店長一直講斯康斯康 我們總不能不行 所以我們要請來 斯康從來沒聽過 斯康的話是用羊奶做的優格 優格的話會讓 斯康的口感比較濕潤 一般大家聽到斯康 都覺得很乾 但是我們的斯康不會 不乾耶 很香 它就是一個越咬越香 對 它是一個很奇妙的甜點 其實我覺得住台中很幸福 轉來這裡買一個吐司回家 然後孩子又吃到新鮮 沒有這些亂添加的東西 對不對 對 那個給孩子買回去都很值得 對啊 我們今天從早午餐吃到下午茶 終於等到晚餐的時候了 所以子儀哥 我們今天我在吃什麼 告訴你 來到台中一定要來到這一家 有一對好朋友他們所開的 關東煮 這麼多 好豐富喔 好難吃喔 我發現妳的裡面呢 有鳳梨跟蘋果 這是可以煮關東煮的 水果入菜非常清爽 如果妳想來一點刺激的 這邊有麻辣跟芥末的 那如果敢吃香菜也有香菜的喔 沒有 雅力妳想吃什麼 想要吃吃看那個麻辣的 妳是辣妹耶 辣妹 對 這是香菇花枝燒 真的喔 對 裡面有滿滿的花枝塊 這非常的好吃 那我也要 我也要 我也要 可以吃點不一樣 這個 韓國魚版 它吃也非常的鮮甜 煮好了 我們準備開動了 開動... YA 等一下 我希望你兩位粉絲呢 能夠完成你這樣的一個功力 很酷喔 他們介紹的好 我可以考慮未來的直播 他們都跟你同時 如果我介紹的好 你有想過他們的感受嗎 他們其實今天拍了一天 沒有想要再同時 沒有想要再同時 好 我們就開始了 好 來 趕快 謝謝 介紹一下 這是麻麵 它裡面拌的是油蔥酥 跟拌的小魚辣的嗎 他們已經點了跟山一樣高了 一聽到這個麵有小魚辣椒 立刻點 立刻吃 開始 那就考驗你了 可不可以做一個好的牛竹筍 你矽精棒棒 我都很尷尬 我非常喜歡油蔥酥的味道 就是麵裡面加 第一個就它是醬油 再辣椒 再用蔥酥 加點就是油蔥酥 因為機油蔥酥要做 我覺得不太容易 因為只要在它的膠 跟軟還沒膠的那個之前 就是取一個平衡 然後它可以那麼脆的 然後那麼香 有 它剛剛也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那個油蔥 油蔥要把它炒到香 然後在澆之前要趕快先起鍋 所以這個油蔥是你自己炒的嗎 那是我媽媽炒的 媽媽的味道 我炒的 喝個嗎... 沒有啊... 不要這樣問 妳會傷心 好 那我們就把它決定 全交給我們的網友 好... 覺得Better of the cup 請留言 好 我先喝一口湯喔 這跟平常的觀眾煮湯 好像不太一樣耶 一般是什麼 柴魚 柴魚 那你們這是什麼 日式醬油焤醋 這個湯我可以喝 喝到痛發的意思 它的湯頭可以再喝 我覺得它這個湯 是可以讓我想要硬核在 是不是 我剛剛也這樣講啊 其實我們就是把食材跟湯分開去 蔬菜會有一種菜味啊 如果你把它填在湯裡面 你的湯喝起來就會有菜色這樣 那水果露菜的話 你可以吃到它的原味 真的啊 對 我覺得這個鳳梨 因為鳳梨通常就是會有一點點酸 然後它煮過之後 那個酸就會比較美 甜度還有 然後但是又不會很甜 所以跟這個湯就是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我剛剛吃那個蘋果 我就覺得 你不覺得熱熱的很好吃嗎 就很蘋果 差不多吧 等一下 我一定要解釋一下 肉不差 因為他剛剛是說 蘋果煮到後來就不知道 它是蘋果 但我現在就是要來做一個證明 就是我剛剛吃很蘋果 為什麼 就是與其雙飯 裡面有日式醬油跟一七仙的 梅蘭酥 好好吃喔 從上面挖到下面就對了 這小小蛋也是 就是蛋喔 哪有小小蛋 那不是酸梅嗎 這個是蛋 這個是特別從南部寄上來的 天啊 我要想看喔 各位 為什麼這是什麼呢 沒有 不是 對... 對... 關東煮店喔 對 就是通常都是熱熱的啊什麼的 它弄得很簡約然後很文青 我們的店本來是在前面轉角 一個小小的腳尖 那我們會搬家算是因為 因為肉腿沒有辦法 就是再使用 一下也就不能做了 對啊... 今天來這一家完美的Ending 謝謝老闆給我們 這麼好的美食體驗 謝謝... 來到台中 一定不能錯過這一家關東煮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跟我們一整天 在參與我們的吃播錄影 你們分享一下今天一整天 跟我在一起 今天的心得 發現原來就是我們每次 在螢幕前面看到15分鐘 但其實大家都忙了一整天 對... 累到流下來幫我做效果 然後累到流下來 好 志欣好 我覺得做什麼行業都可以 但只要專業那一個事情 它就可以把那個事情做到 這幾次做到最好的 就連最簡單的湯頭 最簡單的羊奶 就是大家經驗 然後也是一個很豐富的東西 其實Panel想講的 就是我想講的 就是每一件事情 其實背後呢 都是有人付了代價 所以呢 今天的節目的最後 除了感謝 還是感謝 謝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不講理 今天直播中 粉絲見面會 上帝祝福大家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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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 每周四晚上九點 請鎖定我們的新天部獎禮 還有要記得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上帝祝福大家 Bye Bye